讲到好像很心虚 我们听的也很泄气 因为我们好像都不是经学家 要达到那条路实在太遥远了 有人没讲到被吓到了 那我就问了 51节像主耶稣一样问他 这一切事你们都领悟了吗 谁说是的 我跟你讲今天这一段 十三章是太有意思的一章 因为你要知道整个的十三章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启示的过程 那我觉得也跟这一周的信息非常相似 这周说到主的话 就是我们陈寅圣言说到主的话 是这样的宝贝 但是同样的话对同样不同的人 那个结果是截然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结果的决定 是在决定在你是哪一章 对不对 好 那在这里这51节主 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主把所有的这些奥秘的事 讲完之后 他说这一切的事你们都领悟了吗 那门徒就对他说是的 就好像我们小学生对老师都问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怎么没有 但是一切到考试见真章 所以这个是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 因为主耶稣也没在这里揭穿 懂不懂我说揭穿吗 但是主耶稣后面显然是有很多的鼓励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现在讲什么 对不对 好那我们 这个主耶稣在这里或者说这一切事你们都领悟了吗 对不对 好换句话就是整个十三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对主的话需要有一点的反应 那个反应 那个反应不是叫知道 不是叫明白 乃至叫领悟 这个经学家知不知道呢 知道 他知道的比你还多 对不对 比方说他们被西律召进宫中说的时候 这个说有一个王啊 有一个人的王要生下来 他们连圣经都不用翻 你懂吗 啪一下 这个就出来了 哎呀在犹大尊神伯利恒啊 你不是最小的 马上就说 就说生在伯利恒 对不对 你看他们怎么不知道呢 问题在这里 他们知道归知道 知道完了之后不去找主 还有呢活心并不与他们同在 阿们 怎么大家都没反应 我现在讲圣经 这应该很熟的一段故事嘛 对不对 我没有时间再重复了 因为这个重复 那我就讲这你们都知道 好 知道是很重要 但是不够 第二明白 我为什么这么讲 荷尔本翻译明白 荷尔本所有这个礼物都翻译明白 那是很害意的 对不对 因为明白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懂得了 那个懂得了也不能救 但是不懂得更无药可救 你需要知道 你需要懂得 但是呢 你的知道 你的懂得 也很可能叫你心蒙直游啊 因此就满意在其中 而不去寻找活得主 对不对 所以啊 我进一步他说 你领悟了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啊 就回头来看十三章开头啊 你知道这个十三章 他整个是一个整体啊 主不是后面忽然过去这个问题 这个十三章前面这边 比方说 这个十四节 十四节 这个 我读给你们听到 他说在他们身上 应用以赛亚声言 说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绝不领悟 你看 懂不懂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不领悟 对不对 看是要看见 却绝看不透 然后十五节说 因为这百姓心蒙直游 耳听不领 眼睛闭着 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 所以 重点在这里 心理领悟 不是明白 请你们注意 不是明白而已 是领悟 清楚吗 好 这个心理领悟 就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换句话说 这个领悟啊 它是来自于什么 一个正确的看见 也来自于一种正确的听见 这个看见也罢 听见也罢 它都是指着一种活而生动的领受 对不对呢 我不只是懂了 我不只是知道了 我不只是读到了 我更是要非常真实的 非常生动的看见 我也要非常真实的听见了 就好像听见一个活的人 亲自对我说话 你看 那种的听见和看见 就构成 或者带进最后一个结果 叫你的心 能够有这种领悟 好 那我是查了一些字典 那当然我也 这个请教我们这个 希腊文专家 就是李莱恩弟兄 他是我们的大清学家 我常常请教他 常常请教他 谢谢主 他今天坐在这里 我只好承认 他不在我去 对不起 我开玩笑 好 感谢主 那这个我也 这个跟他谈了很多 那当然我自己也查一些相关的字典 给我很多的帮助 这里说到这个领悟 在希腊原文 它是有两个字一起组合的 这个很重要 这第一个叫我整个开启下来 这个字呢是什么 是由一起 一起 还有呢 这个发出 发出 两个字组合成 一起和发出组成 这个 它就指明了 这个领悟 我们领悟神的心 领悟神的话 我们需要 需要 一个亲近神 与神同行 并且一起出发 这是很有意思啊 换句话说 我在整个读主话的过程中 我是和主一起出动 和主一起经过 也和主一起达到目标 你看 是不是和今天信息非常相合 这犹太人的难处就是 他们抓个圣经 就把主丢了 对不对 然后像我们一样 拼命抄笔记啊 不止不止 这个 然后啊 还这个 这个拼命被 这个都很好 但是问题在这 在那个抄笔记的时候 主在哪里 那我们就拼命查圣经啊 诶 查的时候 或者对注节的时候 主在哪里 他们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是 他们就忽然就把主丢光光了 对不对 然后啊 等到居然会做 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啊 带回家之后 我们就到处跟人说 哎呀 你都不知道今天我们聚会多丰富啊 我听到啊 我们就是一起 还有出发 对不对 整个啊 这个过程 还有 这个有笔记本 有记忆里的东西 对不对 有啊 发表 有啊很好的演讲 但是啊 没有主 你们是不是准备拿石头来丢 有这么凝重的感觉啊 这让我有点紧张啊 诶 诶 这个就像什么呢 我是一个爱旅游的人啊 就像啊 你在报纸上 不知道 找到一本旅游的书 它介绍你日月潭多美啊 阿里山多美啊 对不对 当然台湾你觉得不过瘾 我们最近可能啊 有一些人要去大峡谷 那大峡谷是 我常常啊 这个在这个旅游资讯上 我从来没亲自去看过 好啦 就像你拿了一本旅游的书 这里读那里读 读得透透的 但是你从来没有实际去过 诶 我讲的是很简单的比喻嘛 怎么都不懂呢 我们有没有常常有这个经验呢 啊 为什么不去呢 为什么不去 恐怕得救啊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啊 这个把旅游书一合起来的时候就想 哇 旅费太贵了 哇 旅途劳顿了 哎呀 年纪大了 哎呀 安瓜们 对 对不对呢 阿峡谷美不美啊 对 对 但是 为什么不去呢 哇 没有时间啊 哎呀 费用太贵了 等我种了乐透再说吧 你种了乐透也不会去了 因为你就是花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哎呦路程危险呢 哇 这个巴士摔到这谷底怎么办呢 哎呀 然后再加了 哎呀 这就是犹太人的难处 好 所以主在这里啊 他就讲说 后面我们来看 这段太有意思了 这十八节 他说啊 十八节 可以 他说你们要听这 撒种者的比喻 所以这个第一个比喻 它真的不是这个诸天之国的比喻 它是为了让你领会诸天之国 而有的一个预备动作的比喻 这个比喻叫撒种者的比喻 清楚吗 这个撒种者 他在这里说 凡听见国度之道不领悟的 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 不止如此 撒在石头地上 还有撒在荆棘地里 都是指的不领悟 不领悟的 清楚吗 然后后面就二十三节 但那撒在好土里的 就是人听得到 也领悟了 他就结识了 清楚吗 好 这个现在啊 在这里 这个主把这个话撒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都啊 像一个旅游者一样 对啊 我们拿着一本书 就这里读读那里读读 哇 这风景真美啊 哎呀 这个叙述真美啊